吉利汽车接受本台专访时报 将会持续加大新能源汽车业务的投资 又说不排除分拆有关业务进行独立融资 受惠国家政策支持 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即将盈利爆发性增长 作为内地汽车业龙头之一的吉利汽车 集团副总裁赵洋 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演义专访》的时候表明 吉利将会加大投放资源 拓展新能源汽车业务 但强调不会盲目消遣 被问到吉利汽车早前撤回上海科创板上市申请的决定 赵洋强调是基于发展战略考虑 和集团业务技术含量无关 又说不排除分拆新能源汽车业务进行独立融资的可能性 对于吉利母公司吉利控股集团近年收购瑞典富豪和英国莲花等多个欧洲汽车品牌 并成为平次汽车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 赵洋说将有座吉利池内公司在业务和技术上进行合作 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汽车业务联盟 无线电视记者杰杰正报道 出品之后 感谢观看